嘿喲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競技場EV3的一個頂尖比賽 那這場比賽是巴西頂尖高手 對上三名約一千分的玩家 平均大概是一千分或是九百分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 競技場EV3這個就蠻有話題性的 因為新手們通常都在前期 被阿拉伯打爆 但是競技場來說 前期要一次打垮三家或是兩家 是相當不容易的 所以會直接進入中後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選擇的文明 這邊看到綠色選擇了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他的特色 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研發經濟科技 馬舊科技也有半價的優惠 而且經濟科技升級時也會有折扣 那後期的火槍呢 有這個25%的攻擊力傷害加成 那也可以使用革命易玻璃 所以整體來看 這個伯根地人算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那伯根地人呢 他還有這個馬上輕裝兵的 這個蓄力傷害的效果 所以伯根地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國跟火器單位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火砲有這個加兩點射程 射程最遠的火砲就是土耳其人 那他的馬功呢 也是血量最多的馬功文明 白血馬功 那土耳其人的火槍兵呢 也是血量很多的 這個血量有加成 火砲也是 那整體打起來 土耳其人的在團戰的表現 主要還是打土耳其火槍兵 還有大肉馬 大衝車 火砲塔 火砲 進行主軸推進的一個角色 還有陣地上的防守角色的扮演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賽爾特人 哇 這個也是工程系為名 那賽爾特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程 工程器的攻擊速度特別快 金冠技術點下之後 工程器的血量還有加成 那他本身的伐木 還有這個伐木速度的加成 所以他也是遊戲裡面 伐木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他的步兵動速度呢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這個文明 所以賽爾特人呢 他的特性呢 主要打這個步兵呢 跟這個工程器為主 但是在城堡時代史 奴兵也是可以用的 在阿拉伯的情況下 單挑 所以賽爾特人他打法算是比較多變的 那聖頭呢 也算是比較厲害的一個文明 跟這個阿拉伯特克啊 或者是賽爾特人 身頭都是特別厲害的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硬家人 那硬家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所有的軍事單位 都有這個食物消耗減免 而且算是南美洲版的這個敗戰艇的感覺 那硬家人呢 他後期可以打這個投石手 或是老鷹槍隊長 還有這個強弩都可以 那他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重頭 所以工程器方面他是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要以 大部隊去撐場的情況下 硬家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的競技場試著不打 我們來看這個 巴西頂尖高手 F1R1 Mister 他自己自加一個Mister OK 好 那這邊是補下了一個 伐木 跟耕種技術 好 後面三隻 赤豪已經把他重重包圍了 他在警告他 你的肉麻要是趕出來 就別想回去啦 他肉麻小焦已經在外面了 在探鐵圖 欸我就探了 他家裡的那個路已經趕完了 這個F1R1呢 他也算是蠻頂尖的一位選手 好 那這邊都頂下了 封建時代 兩邊都是打一個正常開局 那F1R1他的升級是25P喔 標準化升級 三個人挖金礦 好 這一補軍營 雙伐木場嗎 就可以發雙嗎 雙伐木場 待會要補馬舅 然後修道院 不是修道院 對那個4級 或冰工廠 通常是會補4級 好 補下了4級跟 馬舅 OK 好 這邊是選擇了4級跟冰工廠 好 代表他沒有打算要前壓了 連這個軍營都沒有下 可能要直接打一個3TC開農 硬家這邊的路線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邊上方是補了冰工廠跟4級 欸 這邊也是要走一個開農路線 好來看他這邊 好這邊也是4級加冰工廠 OK 通常看到這樣子 就是要走開農門 他就算後續 轉出馬舅 或是硬家轉出軍營 這個時間點 稍微都會慢一點 老硬的數量 或是赤猴的數量 都會少一些些 壓制力 相對來說 會弱了一點 但優點是 可以更快開下了3TC 好 這邊赤猴是出來 不建議按著3隻 塞爾特開始跑囉 這裡總共4隻赤猴 兩邊回頭打一下 OK 清奇兵衣馬上補下 補下另一個修道院 看來F1 R1 是很積極的去搶聖物的路線 硬家這邊是3TC OK 塞爾特也是3TC 好 這邊兩隻赤猴 居然衝了進來 這個衝進來 自帶赤猴回家的概念 好 裡面繼續砍一波 完蛋了 他現在被騷擾到 這個被溜進來就很麻煩了 哇 又溜進來一隻 這個黃色在搞啊 把他的肉耙帶回來 然後讓隊友直接吃到4隻清奇兵的傷害 這本來清奇兵是在外面打野 打這個生女的 結果跑進來打村民 哇靠 然後現在村民都在閒置了 有點空不太過來 一直在圍家 好 生女趕快出來撿生物了 哇 當然是賽爾特人這邊太扯了吧 4TC開農 這個是4清不認 趕快 趕快農 這邊3TC正常農 會不會5TC呢 無情開農 好 那這邊看起來 突個騎士農不上去了 當然這裡有挖石頭 可能還是想要挖點石頭 上這個 石袋 那這邊遇到清奇兵的情況下 要一直按槍兵喔 絕對不能 去 省這個槍兵的錢 這裡有個洞喔 我會補一下 好 那現在綠色 現在是1打3挑戰當中 那為什麼我最近有那麼多職業考手在挑戰英打3 有人在問 除了樂趣性以外 還有一個成就 就是1打3的玩家這個成就 死定上有 然後我在跨年那天 有拿到這個成就 那天好像是打這個150%還是200%日 然後EV7拿到 有這個成就 所以大家會偶爾去娛樂一下 打一下這個EV3 試一下 那通常EV3的話 阿拉伯好像 勝率是最高 但競技場 我們就真的沒看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競技場 EV3會打得如何 好 那硬家這邊呢 是拿到了 下了一個大學喔 然後這裡是補一個軍營 那刺猴有在按嗎 沒有 是按一個生鋁去單純撿生物 好 這邊想要去解救自己的清奇兵 找想一下槍兵往後拉 好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給他找想了 反正四隻上前 戳到的話就算穩了 好 來了 要戳了 一槍捅下去 出去戳生物 哇 兩隻都被找走了 趕快自滴 來不及 這個也來不及進去 尷尬囉 好 戳戳現在有點被打懵了 現在不知道自己該不該開3TC了 還是要趕快挖石頭 那通常都到這種情況 你已經算是半個死人的情況 然後對方又再繼續強攻 一堆生物在你家門口 趕快去挖石頭 趕快拉這一大堆人去挖石頭 食人挖石 然後點個挖石技術 速速上去 出來的臭命趕快去補木頭就好了 好 這樣是最好 趕快能插個箭塔 或是搭型箭塔 給對方一點壓力 想讓他這麼輕鬆的一直壓制你 然後讓你不敢拆TC 想讓你有城堡 有土耳其火槍兵 十之八九 對方也不太敢 去打這個 一直把牙制做 好 那這邊果然是靠了奶麥商去 買了一棟城堡 好 OK 土耳其這邊的觀念還算是 還算有一點 也不會到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幹嘛 土耳其人的話 這樣打是 防守 好一些的 好 那 不管地 這邊是5TC 直接開農 無情開農 要不要六青 六青不認開農 6TC如何 好 這裡補魚跟城堡 好 到後面想要圍 後面的刺猴過來開扁 城堡現在只蓋到了快50% 這邊的青騎兵 有機會把對方村民全部收光嗎 下面這邊的刺猴也在看 還有這個僧侶 來看一下紅色夾在幹嘛 好 這邊直接取消 蓋城堡了 看起來是蓋不起來 我是覺得有點 刪除太快了 其實不應該刪除這麼快 你都已經蓋到50%的情況下 就讓他繼續敲 那一次我繼續挖 裡面再補一個新的 有機會就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那你不敵的話 對方就一定要把兵派在這裡 去阻止你把這個城堡給蓋起來 那就可以控制到他的兵力了 其實這樣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這邊村被著想 這邊在想要召喚 就是被自敵掉 好 右邊這邊再圍了一些房子 這邊刺猴沒有看到 剛剛如果內動城堡的話 就會像這個宮城七次造所一樣 一直被打 可以爭取一些時間的 好 硬家這邊已經農得差不多了嗎 3TC應該是要趕快速地上去 但是他這邊經濟有點失調 黃金有點過多 好 F1 RE這邊也是點一下 帝王時代 跟蹤技術 還有挖精技術 經濟科技都快速點滿 沒意外的話 雙邊應該是要打一個大後期 好 硬家這裡也開始補城堡 這裡沒有暗圖的起火槍兵 但已經開始穩定出 開始產出了城鎮中心了 現在要靠黃色 跟這個硬家 賽特跟硬家兩架 一起去夾住 這位頂尖高手 好 這邊用洛瑪去砍掉了僧侶 還不錯 但砍掉之後沒有跑掉 一定可惜 這個操作 操作了半套 好 硬家這邊轉出了槍隊長 好 那末末第一這邊就轉出了 馬上輕裝兵 好 馬上輕裝兵 他的遊擊威力更強大一點 大家來看一下這裡 要不要去抓牠生女呢 這邊應該是快要看到了 好 直接往後落 看一下後面在搞什麼鬼 後面什麼次都沒有 輕裝兵 傷害很高 撞一下秒殺 好 開始撈 好 這裡補了六個射箭場 看來是要鬼轉火槍啦 火槍變阿茲特克的老硬 效果非常好 好 這邊千奇兵過來解一下生女 差一刀 這次生女活了下來 後面馬上輕裝兵把後面的臭命全部圖爛了 上面城堡開始蓋起來 好 土耳其這邊3TC也濃上去 現在硬家再爭取一點時間 那現在F1R1只打一家的話會花蠻多時間 這樣就不太好囉 因為上面會有人可以偷偷濃起來 還有左邊的黃色也是 好 這裡看一下 這邊村民趕快跑阿 這邊工程器趕快蓋 好 塞的客人 好 那硬家這邊應該要趕快修城堡才對喔 城堡能撐多久是多久 用城堡換取時間喔 這樣是最好的 讓隊友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這裡如果我是硬家的話 我會極力把所有的資源賣掉 全部買石頭 好 上面用巨頭反之回去喔 誒 幹 怎麼那麼準 好準喔 誒 不是吧 原來你是不列顛嗎 戰狼巨型頭時機 賊準的那一種 F1R應該傻眼了 火炮怎麼突然消失了 好 這邊城堡趕快修 要不要拉更多村民阿 這邊再拉一坨村民過來修如何 沒有打算要修了 放棄修理城堡 畫面轉出了更多的射箭場 可能是想要轉戰毛兵嗎 我是覺得打老鷹可能就夠了 而且轉戰毛的話 會被對方火炮給打歪喔 哇 老鷹過去直接蒸發 黃金不是很多嗎 硬家的黃金有800多 但是軍營數量好像不是很多的樣子 好 這裡還沒開始產兵 現在不知道硬家的想法是什麼 好 上方這邊也要開始慢慢推進了 土耳其人這邊兩個城堡開始蓋起來 蓋了非常多的房子 塞爾特人這邊在屯兵 新手的共通點喔 就是很喜歡把一個 兵力用在一個直接點 然後再一次全部往前推進 就是不會太利用自己的現有兵力 去給對方壓力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兵多才會比較有用 但也不用到那麼多 稍微少量的兵也是可以做一些操作 好 這裡火槍兵回來 這裡老鷹過來直接被扁到白癡 哇 一直亂串 但是一直不集結 這時候就應該要先集結之後再往前衝喔 我是這樣一直下水餃 這時候紅色打出了救命 但是他的隊友們還在農 看著隊友眼睜睜的被打 完了 來啦 BBQ了 又只能逃跑了 這裡真是 有點慘 好 這裡趕快 拆掉這個收到院 後面的貼紙也快拆出來了 這時候隊友開始有動作了 兔爾西這邊是選出 先轉出了大肉碼 想要當肉盾嗎 兔爾西火槍兵沒有產量 好 火炮出來 這邊蓋城門 似乎有點太怕大肉碼了 但大肉碼還是會上喔 這個一定會上 馬上輕鬆兵沒有防守 這邊大肉碼衝鋒時間非常nice 旁邊的輕鬆兵還在罰呆 大肉碼上前 開始打火炮 火炮被收掉兩台 還不錯 賽爾特送藍武士 這時候沒有看到上面在開打嗎 但是他想要保護工程器 他也很害怕下面這裡會被衝 好 這邊並不是舊紅色 而是去跑去工程 這邊賽爾特送藍武士 打火炮有夠痛 秒殺 這邊軍銀頭司機拆成毛拆成快 賽爾特的工程器就是這麼的猛 紅色這時候已經剩下五位兩人 用村民在打架了 好 火槍繼續射光 好 宋藍武士往前頂 看看能不能頂掉 後面火炮還是輸出 趕快打掉縱形奴炮 好 這打掉了兩台 只有一台 這邊這邊一定要扛住 扛不住的話火炮也沒得火 所以這裡火炮也要趕快砸後方 打上輕裝兵要往前扛 那看起來賽爾特的工程器好像更勝一籌 有點難度有點難度 OK 但也是順利的收完了這些奴炮 但右邊肉馬已經衝過來 成本也被打破 錯了其 這邊肉馬突然衝過來 指出大肉馬 這條紅色已經量掉了 那這一波進攻好像有給到一點壓力 但不多 好像快被擋住了喔 馬上輕裝兵的數量開始又憋了起來 而且鷹家的領地的黃金 大會也可以被 伯根帝給使用 好 這裡馬上輕裝兵繼續出 好 這裡轉出了金銳土火了 OK 金銳土火出來 可能戰況會有點改變嗎 好 這邊打一下 好 這邊打一下 哇 這邊看起來 馬扎爾 不是馬扎爾 馬上輕裝兵 好像沒有辦法繼續推囉 再來趕快撤一下 好 這邊左邊開推進去 把紅色村民全部包起來打 紅色還有村民嗎 剩下這一點村民在這裡 哇 富貴險中求啊 剩下這一點村民了 還敢在中間挖金礦 太勇了 太勇了 這真的是有點大膽 好 直接跟敵人共享礦區 黃色表示 別再打我了啦 但是 會看到嗎 有人在拖挖黃金喔 黃色是不是有點半飯器了 趕快給隊友資源 他覺得自己是個死人了 玩這個遊戲 最重要的就是心態 欸 結果這邊他還沒有放棄啊 哇 這邊再轉出槍隊長 OK 我以為他已經放棄了 結果 這邊有一塊小小的地方沒有被看到 裡面默默的發展起來 好 這時候 FOE R1 已經開始進攻了上方的圖爾奇 賽特這邊大量收藍武士 終於包掉這坨火槍 這裡奴炮 沒有看到嗎 他串燒一下很痛 哇 馬上行中兵瞬間蒸發 好 全部送光 裡面城堡數量很多 E R1點下大洛馬升級 還有重裝騎士 終於抓到這裡的村民了 好 現在 博恩帝這邊的食物肉量來到了1萬肉 那 賽特人 黃金現在是歸零狀態 沒有太多的黃金了 但食物卻很多 好 這邊再次打掉了對方城堡 兩根城堡全部一次拔掉 這邊馬上行中兵 上去就是一陣暴打 這邊村民也沒有要討的意思 上方的收藍武士 攔截了這一塊礦區 想把這個礦區給守住 但他現在自己缺黃金喔 只能把這個礦區守住的話 黃金就可以繼續產出兵力 好 現在遇到弩炮 火槍兵有點難打 好 火槍直接點發 點弩炮 好像會虧喔 好 這邊巨型投石機架起來 但松蘭武士的數量實在太多 59隻 火炮趕快解 OK 火炮瞬間解掉了非常大量的無炮 好 松蘭武士直接上去 一貼 先貼火炮 再貼另外一台火炮 重新 巨型投石機也要被打了 後面火槍一直在輸出 但火槍看起來也要逃不掉了 松蘭武士直接貼了上去 拿著斧子就是一陣暴打 後面硬家也開始有兵力幫忙打架了 唉唷 這裡火槍解了蠻多松蘭武士的喔 這個火槍架子連成了 已經CP值夠高了 好 後面再繼續補一些馬就 下方火炮也是攻城 好 上方這裡一個多線 火炮被抓掉 大洛馬終於防守住了 看來F1 R1應該是有點難打囉 紅色也慢慢復國了起來 競技場好像偏困難 阿拉伯的話好像比較簡單一點點 競技場好像真的太難了 大家開始有競技起來了 好 這裡火槍趕快往後拉 趕快射倒一些單位 好 吃掉這些槍隊長 搞定 這邊要被搞定了嗎 很多大洛馬 這邊大洛馬有點麻煩喔 遠防很高的 算了還沒點完 是0加2 看來F1 R1不想理出了血了 想要先擊潰賽爾特 但賽爾特這邊還能再戰 你看 又有更多的松蘭武士出來了 好 這時候黃色賽爾特人也點下大洛馬升級 賽爾特大洛馬 滿有想法 好 比伯根蒂爛一點點 沒有這個三級馬卡 伯根蒂的話一樣也是沒有品種 好 這裡想要用洛馬攻城 好 不知道該幹嘛的時候就是按洛馬 好 這裡不錯喔 洛馬血量是優於伯根蒂這裡的喔 伯根蒂只單靠洛馬是沒有辦法單打獨鬥的 哇 這邊是圖爾西非常多的大洛馬 這裡夾不起來吧 這邊就是洛馬出身點 這裡產力非常雄厚 怕有10個馬就直接被海淹了過去 圖爾西大洛馬有料 神不吃光 浮盡漏馬海加生外武士 到死 OK 希望烈心騎兵也噴了過來 這是什麼 漏馬遊戲 這時候 終於受不了了 我們第一點出了槍兵的升級 當然這邊只靠槍兵也沒辦法 有受難武士在後面亂竄 哇 現在直接被海淹了過來 FRE 意識到自己錯了太久 現在要反擊回去 似乎很困難 後面開始有工程器炸起來 這一波反擊相當漂亮 這就是三個諸葛亮 勝過一個臭皮醬 好 諸葛亮 看來大洛馬應該是穩了 連職業選手等級的玩家也擋不住三家進攻啊 好 諸葛亮 我覺得壓不回去了 這裡轉槍兵也是來不及 阿軍你只有一兩個再出而已 而且就算你有槍兵 雖然武士怎麼解 無解 你只能轉火槍配槍兵了 那火槍你還有黃金嗎 沒有 伯恩帝這邊黃金已經歸零了 好 這邊也是印出了一些洛馬想要夾住 想要套著自己的城堡 加上洛馬扛 有機會扛住嗎 這裡有洞 進來就完蛋 完了 沒了 搞定 恭喜三位一千分的玩家 屌滅一位巴西頂尖選手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這一把也是打得蠻精彩 那這邊F1 RE呢 是拿到兩萬三個黃金 屬是七萬一千 七百五十 總之間的話只贏賽爾特一點點 所以說如果你要跟一般玩家打的話 千萬不能打競技場 他們其實是會弄的 只是要給他們一點時間 只要他們沒被騷擾到的話 就會跟一般玩家一樣 一直農一直農 但是被騷擾到的話 很多人就會開始停滯了 所以阿不來說的話 打一打三應該是最好的地圖才是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比如說 有 pulp sin